第132课 我要把世界由我所认定的模样中释放出来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一刻的观念乃是这些教会背后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原则 不是吗 即世界不是真实的 这个观念 如果上主是真实的 世界就不是真实的 你必须了解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看的宗教师会说 如果这世间存在着上主 那么我不想要那位上主 看看这个世界 看看这里的情况 看看饥饿的孩童 看看宗教组织滥用他们的权利 看看金融系统 看看环境 看看工业 预染了这个美丽的星球 如果有上主存在 而他是全能的 那么上主并不在这里 不然就是他神之势场了 因此 人们纷纷离开宗教 他们发现 随着时间的进展 这个地方变得越来越疯狂 卫饰魔会变得越加疯狂 因为你们的行为 都偏离了你们本人的自信 你们都搬到都市环境 住在小小的空间里 被电力所围绕 你们回避大自然 做着种种危害自己本人状态的事 你可以看到其他自然生物 若没有受到人类的囚禁 它们会过着自在的生活 即使它们会死亡 即使它们可能会被食肉动物猎捕 但是当它们活着且自由时 享受着那段美好的时光 须知 你一直被扭曲的观念所迷惑 而且 这种扭曲是蓄意的 因此 你严重偏离 你的本人自信 所以我们不断告诉你 去做一些事 像是可以的话 请吃得健康一点 我们告诉你 出去接受日月星辰的照药 出去接近大自然 因为这会每天一点一点 帮助你重新校正 使你回到更加自然的状态 但是请了解到 即使你处在健康的状态 这个世界仍是分裂之境 它是由你们全体 一起创造出来的 不过 你不必对其他人的想法负责 只需要对自己的想法负责 你必须看出 是你自己的想法 造成自己的痛苦 它会编造故事 创造戏码 并在一天当中 制造种种把戏 如果你专注于当下 纯粹地活在当下 不活在过去或未来 也不说任何人的闲话 你会看到自己 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坏事发生 当下的力量 乃是宇宙中 最强大力量的生发处 因为这里 是你决定选择 爱或恐惧的地方 不妨想想 此时此刻 你的心思是要飘落幻想中 去想象他人 说了什么 猜测有什么样的恐怖未来 在等着你 以及有什么样的疾病 可能在你体内形成 或者 你要以平静安详的状态 活在当下的身体里 或在你注定要生活的地方 这是这条路 为你设下的挑战 请务必了解 你因为活在虚幻的世界 而制造了自己的痛苦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自广深夜 感谢观看